文章来源大洛杉矶LA 就在刚刚苹果公司宣布将取消泰坦项目电动汽车的研发 2000人的研发团队将解散 分批转到人工智能研发部门或者被裁员 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在一份发给2000名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 透露放弃电动汽车研发计划的该公告尚未公开 但也足够引发市场的震荡 据称这个决定是由苹果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杰夫 威廉姆斯 Jeff Williams和负责泰坦项目的副总裁凯文 林奇 Kevin Lynch共同做出了这一决定 他们在备忘录中写道 泰坦项目将逐渐结束 汽车团队的许多员工将被转移到约翰 詹兰德雷亚 John G.N. Andrea领导下的人工智能部门 员工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项目 该项目对于公司来说越来越重要 苹果公司于2014年宣布将投入数十亿美元 研发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并取名为泰坦项目 据称最多的时候有5000名研发人员参加 苹果公司表示要研发一款具有豪华轿车内饰 和语音导航功能的全自动电动汽车 这也让外界对于苹果汽车相当期待 网上还出现了许多网友想象的 苹果电动汽车的图片和视频 每一次出现都在网络掀起热潮 但是泰坦项目从一开始就几乎陷入困境 苹果公司似乎没搞懂如何研发和制造电动汽车 并多次改变泰坦项目的领导团队和战略 电车不再受追捧 苹果汽车没有市场 有记得 2018年特斯拉陷入困境的时候 马斯克曾经找过苹果CEO库克 希望他收购特斯拉 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最终 马斯克在弹尽良绝的情况下 通过预售的方式 每人1000美元定金订购 尚在概念中的Model 3 短时间内有40万人订购 马斯克也一下子获得了4亿美元的现金流 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Model 3上市 特斯拉立即打了个翻身仗 马斯克不仅不用再求人收购 还一举成为了世界首富 而苹果公司的电动汽车 则始终是雷声大于点小 在前几年电动汽车需求极大的市场下 迟迟没有消息 如今美国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占据了大部分市场 激进饱和 特斯拉也多次宣布降价 让其他车企无路可退 在此情况下 就连通用和福特都宣布降低或者放弃全电动汽车的生产 而苹果公司还表示 如果其电动汽车只卖10万美元 将没有利润可言 相比之下 特斯拉的Cybertruck也是10万美元 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辆呢 在此情况下 市场并不看好苹果公司的电动汽车发展 果然 在苹果公司宣布放弃电动汽车后 苹果公司的股价立即上涨了约1.2% 来到183.37美元 马斯克也做出了回应 他在X上转发了一条帖子 里面有一个敬礼的表情符号和一支香烟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